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金蜜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小慶執行站來到我們的人物裝扮 歡迎 哈囉 那我真的是第一次聽到我們金蜜拉的名稱啊 我覺得好可愛喔 可是很難就讓人確定想到說 所以金蜜拉到底是賣什麼樣的產品還有服務項目呢 我們主要是台灣原物料的生產工廠 那我們金蜜拉呢這個金蜜拉生技它是主公司 那主要是服務OEM的項目這樣子 然後提供從零到有的一條路服務 哇就等於是說零到有包含了比如說製作研發還有什麼嗎 要討論資訊這樣子嗎 對我們從深層的製作研發到logo設計視覺還有到品牌的深層 然後到我們裡面基本的就是會有包裝啊包裝的設計等等的 然後到商標 商標啊 然後到上架 然後到售貨服務 哇 那真的是一條龍的服務耶 他真的是假如告訴你說老闆我要創業 我就可以開創業 對 我就會幫你分析一下你的市場需要的 客戶需要的 你的市場在哪裡幫你做定位跟分析 了解 對 那我也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說 因為像我們都知道 每次看到小新執行長都是很甜美可愛 然後氣質這樣子 當然很快都會聯想到的是 跟美業好像比較有相關 但是是什麼樣的機緣之下 你會奉觸到就是生技產業這個產業鏈呢 我之前呢是在醫院擔任護理師 然後對健康非常的注重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能夠還能夠做什麼第二專場 所以跑去學了美業啊 美甲啊 美學啊 美睫啊 等等我發現到 我好像沒有那麼大的興趣 我還是真的非常注重健康方面 睡到了生技公司的研發部門做特助這樣 然後我們就是那個部門就是專門在 可能他需要乾的保健瓶 需要保乾的 需要保健的 或者是美白的減重的 對 然後就在這家生技公司 做了十幾年的特助 哇 那你那時候從護理師跳到就是生技場 那時候有覺得有很大的砍嗎 還是有沒有很多相關知識 也在您當時是護理師的時候 其實有學到這些產品的成分 嗯 有一定有 就是因為都是跟健康息息相關 那可能在於皮膚上的啦 可能布尿酸保濕 膠原蛋白能夠讓我們肌膚更膨潤啊 更等等之類的這樣 哦 理解 所以就是說這些成分對你來說 當你跳到 從護理師跳到生技場的特助 所以雖然有點點的難度 但是其實還算是挑戰性能夠接受的 對 剛好也是自己的興趣啦 嗯 健康產業 那我也想問一下就是說 那是什麼樣的機緣下 從特助然後開始 願意出來自己成立一個品牌呢 那時候我在生技的研發部門 我跟了兩個博士 研發博士 然後他們要出去創業 然後我就跟著他們一起了 因為我們已經相處十幾年了嘛 對 那在相處上非常的融洽 然後因為研發人員他們喜歡做研發跟一些實驗 對 他們會把精細成放在這邊 對 那我的部分呢 會比較做對外的接洽 對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就是真的是一個搭配這樣 哦 理解 就等於是因為兩個專業的博士 但他們可能專業很厲害 但是他們對於市場的一些接洽跟經營 對他們來說是比較不擅長的 對 所以你的角色非常的重要耶 因為你需要的是做他們之間的橋樑 就是研發跟客人之間的橋樑 而且還要就是 把一些可能市場上面的一些需求 帶給博士們 讓他們知道說 那接下來可以往哪些方向來去做研發 是 哇 那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說 那你們現在目前就是 就是 人家是說 創業品牌至今大概就有多久的時間了呢 我們基密拉這家生技公司 大概已經三年多了 哇 那這三年當中啊 有沒有遇過一些什麼樣的 讓你印象比較深刻的挫折呢 挫折嗎 嗯 剛開始就是 就是我們的研發還有我們的客戶 那我在中間做一個橋樑 那是很需要花很多的時間成本去溝通的 因為研發人員他有非常多的專業知識 可是會來找我們做品牌的 九層都是小白嘛 嗯 那可能他們有在他們的專業領域 會比較知道 可能是在保健品的部分 會比較不理解不懂 那你也要從中去協調這樣子 是不是因為那些專業的人 那時候不是他們會覺得說 這麼簡單 你還不懂嗎 對 或者是有些可能 我們不是他非常注重原物料的安全 跟有效 那很多的東西是不必要加的 那他就會堅持說 其實這個很不必要加 可是他也不建議個人要做等等 他會有他的想法 理解 那他就會覺得說 那我以為他有他的堅持 那客人的一些堅持 那在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去幫他們來去做一個溝通跟協調 那就可以幫他們解決這些問題 但是我想問的是 你們遇到這樣的問題多嗎 剛開始一定會有的 就譬如說 保健品有效的東西可能口感上不是很好 所以譬如說像我們的膠原蛋白原味 它口感就沒有特別的好吃 但是博士會認為好吃就是有效 那你加了甜味劑 當然不好吃就是有效 你好吃就是沒效 因為好吃無可能加了甜味劑 那他認為甜味劑 那他認為甜味劑 可能對我們身體上是不需要的 那意思應該就是說 你看如果你要一次遇到的是 一個客人這樣就很累了 那你一次要遇到的是好幾個 對嗎 對 那你等一下每次回到家 那個身心 因為巨疲應該都會讓你覺得好累喔 可是你每天都還要迎接第二個 第三個 就是第二個好多人 第三個好多人的協調 那你這樣子每天下來的時候 你都不會覺得說 哇 我覺得好累喔 然後很想要好好的放鬆 然後怎麼去協調自己的心理狀態嗎 應該說我們身為一個創業家 在於情緒管理上 還有那個需要非常快速的去解決掉 因為你不能有太多的情緒 琢磨在那個地方 當然 所以我們必須要很快去化解掉 那我一到五呢 都是承受在這種狀態下 我可能轉身就把它排解掉了 對 要很快速 但是我一到五 我需要假日來去透過可能露營啊 戶外啊 去充電一下 了解了解 還好還有利用假日的時間讓自己放鬆 不然真的是太多的協調 太多的聲音了 真的真的也會讓你疲勞後炸 對 那我想了解是說 因為你剛剛也講 目前已經穿越至今三年 那其實你們當時創立這個 親民搭的品牌的時候 你們的理念什麼呢 我們當然就是會希望更多人 我們看到我們台灣生產的原物料 那是非常棒的原物料 像是影機面生態 苦瓜生態 還有我們的膠原生態 那我們會希望更多人 能夠體會到什麼叫做有效跟安全 對 那我們也會很希望會找我們的客戶呢 非常在我們這邊非常的安心 也非常的相信我們的專業跟品質 對 應該是說你們想要就是 第一個對客人負責 對 然後就是對所有找你的創業者負責 而且也希望可以幫所有的台灣人健康 來做一個訪問 對 對不對 那真的是非常棒的企業 那我也想了解的是說 其實你們的品牌真的很棒 可是到現在有這麼多的企業 跟應該是說生技業 那同行的這麼競爭的狀況下 你們最大的差異化跟優勢會是什麼 我們最大的差異化跟優勢呢 就是因為我們是專門生產台灣原物料的 對 這聽起來就非常棒 我們真的就是MIT 例如說我們的膠原蛋白 那一般你會看到市售的膠原蛋白 可能有日本的 德國的 可是呢 他們的魚種都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烏波魚 對 那我們自己生產的台灣MIT的就是 我們取用於台南的四目魚 這個魚種去萃取 那差別是什麼 中國的烏波魚 它容易在養殖上跟製成上 使用抗生素跟化學藥劑 那我們台灣獨有的四目魚呢 它在養殖上跟製成上 是不用任何的化學藥劑 跟抗生素去萃取跟製成 對 所以說我們目前是全台 全球最安全的膠原蛋白 對 台灣之光在台灣 對 哇 那這個的話 你們除了有給台灣的廠商這邊使用 也有國外的客人 會跟你們叫那個 四目魚的那個膠原蛋白嗎 有 像日本 對日本都是我們非常 每個月都要出的這樣 了解 那所以其實也已經有外銷到 就是日本去了 對 了解 那接下來我想要問一下就是 所以剛剛有講到一站式的服務 對不對 那你可不可以再詳細的跟大家講一下 比如說如果今天一個小白 一個穿著小白想要找你 那他是一個沒有流量的 或是他就有流量的 那他想要創立自己的保健食品品牌 那他的第一步順序 找你們 你們會先提供給他有什麼樣的服務 那再到了後面 那你們會怎麼樣就是陪伴他 這整個服務的輔導 他需要準備一些什麼東西嗎 像他來找我們的時候呢 他一定是小白 可是可能是市場小白 那他有可能有他的專業 所以他會想要來找我做保健食品嘛 譬如說像 健身教練或者是美業從業人員 他們可能有自己的流量 自己的客群 自己的什麼 然後來找我 那依照他們的行業別呢 去要求他們的需要的產品 那我們就會幫他做一個市場的定位 他可能是美業從業人員 他可能是益生菌 膠原蛋白 玻尿酸之類的 我們幫他做一個市場的分析跟定位 到在品牌的架構 我們可能會幫他做logo的識別 然後到視覺上的設計 可能沒業嘛 他很需要膠原蛋白 然後到產品 他可能需要膠囊的 定狀的或者是本包的 對我們都會幫他做一個協助 幫他協助 然後呢到商標 到logo的商標 對然後到上架 那上架的話 我們還會做一個售後的服務 我們會做一年的輔導 還有對產品售出的售後服務 這樣子 像我們每支產品啊 它上面我們都會有那個 標示說我們是多久出的 所以我們在追溯的話 是很容易找得到 是可能是溫度 還是我們的設備 還是我們人員上 可能哪些有俗乎的 但大部分現在九成以上 是都是沒有問題的啦 一定的 但至少你的意思就是說 這一整年下來 產品還有就是輔導部分 我們小慶執行長 都會繼續的陪伴著他們 那他們不會說這一年當中 要什麼問題的時候 沒有人員可以協助 而且成分呢 也會協助他們商協科 讓他們了解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不管是產品什麼問題呢 你們都會負責到底 是 哇 那真的是 真的是像我們這些小白們 想要創業的話 我們只要跟你說一聲 小心請你這樣 我們想要創業 我的預算是多少 我的需求是多少 這樣子 就可以了 是 哇 那真是很貼心耶 那你們有沒有就是 對你們現在這個品牌啊 有接下來的一些短中長期的規劃呢 有 我們的目標呢 跟長期規劃 因為我們大部分現在 MFT的OEM呢 大部分還是在台灣 對 那我會希望 國外的朋友能夠 體驗到我們的原物料 我們自己生產的原物料 所以我們會希望 能夠做 國外市場 能夠幫他們做OEM的補助 這樣 讓他們體會到 可能什麼是叫做 納豆生態啦 金面生態啦 膠原生態 這樣子的一些 特別的一個原物料 哇 真的 因為我們其實 必須得講 我們台灣原物料真的是 真的也是台灣之光 因為現在國外 真的很少會去 體會到什麼苦瓜生態 然後都是以 維他命系列為主 對不對 對 那如果真的是 哇 國外真的是很好的一個市場 如果真的國外的網紅 他們真的開始拿一些台灣的 保健食品 然後帶去 第一有效果 第二 它是一個藍海市場 他們可以是先驅 然後開始賣一些台灣的一些 保健食品 然後讓他們可以跟其他的 一些可能賣保健食品的人 可以有一些區別 對不對 那我想了解就是說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 你那時候生技產業越來越蓬勃發展了 那有沒有一些什麼樣的建議呢 是想要給 想要加入這個行業的創業的年輕人呢 那我當然會希望呢 就是創業的 會希望他們有夠一個熱忱的心 還有要有耐心 因為你在跨組到這個產業的話 需要很多的專業知識需要去學習的 所以在這學習過程中 我會希望他有個耐心這樣 那相對的你要對這份事業有熱忱 對 然後 在這份事業相對的你一定會看到 可能你分享出去的跟你買的客人 可能有很多的回饋 可能在健康上面的回饋啊 使用上的回饋等等的 我相信會 他們會得到 但是就是在要堅持下去啦 對 了解 那所以其實也想要給 應該說小慶指引長想要給年輕人的建議 就是說 這條路上呢 它不會這麼快 因為應該是說 它會有很多專業知識 那你在開始學習的時候 一定會有需要很多的耐心 然後來去進下心 來把這些專業知識學完 帶給你的客人 而且你們的產品又是好的 那對客人是有幫助 有效益的 那你一定也希望他們說 心有耐心的慢慢的去做推廣 而當他們去接觸到這些產品之後 他們得到了效果 自然而然會給到你很多的回饋 然後幫你做好的口碑 那漸漸的你也會覺得這份事業 可以讓你看到你堅持的事情 是對的 對 那我們今天也非常的感謝我們的 金妮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小慶執行長 來到我們的人物裝法 今天非常感謝你 謝謝 謝謝